嗨!我阿勋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就是關於大燈這件事 大燈有很多朋友問我說 這顆正常大燈送去整理 倘若是4000塊 然後換一組副廠大燈也是4000塊 我幹嘛不要換新的副廠大燈 它是全新的耶 其實真正重點的問題是出在說 正常的大燈 它的一個投射焦距 都會來得比副廠還要好 雖然說它可能有一些斑駁老化 但是送去整理完 其實也大概恢復九層星 它的這個品質還是會來得比副廠好 因為副廠啊 這一個外面的這個UV層 其實只能說就是算還可以啦 你如果放在外面風吹日曬雨打 你可能一年左右 它的硬化層就開始脫落 如果說大燈原本是正常的 品項整體沒有到很差的話 我還是會建議客人就是用 原本的這個正常大燈去做整理就好了 就不要再換新的 不然換新的 搞不好一年左右 它整個又是剝弱 或是霧化等等 當然也有品質好的副廠 又還是要看客人自己怎麼選擇啊 那這個大燈啊 如果送去整理 通常是怎麼做 如果以歐系車的話 歐系車它會比較麻煩 因為它的一些構造來得比較複雜 可能有日行燈啊 或是一些水平轉向啊 甚至還有就是環保線材 哦 那真的很頭痛 如果說它萬一又是現在比較新的 近幾年開始流行的LED燈具 哦 那個更頭痛 LED大燈跟過去的HID大燈 我覺得差異最大是你後面的維護成本 因為LED如果萬一燒掉了 必須要換裡面整個模組 它不是像現在HID換個那個燈管 或是安定器就好 所以這個聽起來成本就差了非常多 所以如果我們要整理的話 就是要先把燈拆下來 然後再進行分解 分解完這時候 燈殼跟那個燈座兩者分開 那這個燈殼呢 你現在看到它表面霧化黃黃的 那就是它表面有一個coating 它這個呢就是叫UV層 抗紫外線的一個塗層 有點像我們車的精油啊 它就是已經曬到變質的霧化而已 就有點像我們人的皮膚曬傷了 那這時候呢就只有幾種做法 一種就是靠研磨把它整屏下修 也就是說把它的這個UV層 給磨薄一點 那這時候它就會恢復 它原本的那個透度 這是第一種比較便宜的做法 這時候如果說要做完整一點 就要再噴上一層新的抗UV層 UV層可是要用來保護它的外燈殼 不要讓它烏烏蒙蒙的黃黃的 外面的這個透明燈殼 大概是這樣子做處理 就是研磨再噴上新的UV層 然後再來呢就是講燈座 燈座的部分就比較複雜了 燈座有很多構造 像是魚眼透鏡啊 還有裡面的光碑啊 這些電鍍層 它久了也會烏烏的 那這時候呢分解下來 如果我們在清潔的時候 它已經在脫落 那代表其實 這裡也要送去重新電鍍 然後呢魚眼它用久了 它會烏烏的很像白內臟 那這時候魚眼也要去做清潔 那燈為什麼會變得不暗 剛剛講這個燈殼 你看它都烏烏黃黃的 它就會開始去擋你的光 因為它變霧了嘛 你的光線投不出去 被擋住了 所以這時候 你的光就會比較投射不出去 第二點就是說 你的魚眼霧化了 還有它裡面的光碑 也已經氧化變霧了 它的燈 就也比較沒辦法折射出去 所以你的這個光 從新車原本100% 你可能5年後只剩下60% 就是因為它被這些種種因素 給影響到你的這個照射程度 然後加上台灣又髒 前面很多那油煙幹嘛的 也都會吸到你的那個燈具裡面 它也會附著到你這個魚眼裡面 這也都是會影響到你的亮度 原因之一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些燈具的背後 就是它的線組啦 歐系車比較有環保線材的問題 也就是說 線會變脆 所以通常 他們在整理的店家 在整理的時候 都順便會把這些線 把它整線整理 把那環保線材 有疑慮的地方 重新更新這樣 所以呢 就有三大部分 一個外燈殼 跟一個燈具 就是燈座 然後過來就是線材 這三個整理好 然後再把燈泡更新一下 或是你的HID的安定器 更新完後 你的燈再重新組裝 這時候就大概恢復了跟新的一樣 所以啊 關於大燈這件事 你了解了嗎 今天我就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我是阿勳 我們下次見 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喔 掰掰 來嗎 我是阿勳 來吧 加一單 每個人在想像 能量 就不夠 像